黑色轎车卡在平礁道铁轨上 动弹不得 整个右车头凹陷 就连挡泥板也整个脱落 事情发生在13号晚间七点多 泰铁一列从新左营 开往树林的437次自强后 在行经复原到光复时 在大全村平礁道上 撞上了一辆自小客车 没怪去弄到那个 那个 那个头顿那个 有吗 那个那个有吗 我知道啊 先弄到那个轎顿 我停在那里就对了 对了啦 据了解 82岁的宋姓驾驶 载着老婆在行经平交道时 疑似因为视线昏暗 撞上一旁的水泥墩 车子当场卡在铁轨上 动弹不得 虽然紧急下车按铃求救 但自强号人 刹车不及撞了上去 开的啦 整个都在旁边附来 是 是 有的设施啊 设施后 把车 买了把车 叫他们女儿来刷车 结果都不符 首先这场意外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在晚间8点41分 排除障碍恢复通车 但也造成了500名旅客 行程延误近80分钟 而这对老夫妻 对于发生这样的意外 也全都吓坏了 记者吴彩勋 李亦璇 华联报导